有这样子的三种不同的 三种不同的这个佛教 然后这三种不同的佛教 三种不同的佛教 那就我们可以自己可以选 我们进入佛门了以后呢 那进入佛门以后 然后我们看我们选哪一个 如果我不想成佛 我不想成佛 我也不想赌终生 那就是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 如果我们也不考虑 我不需要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我就要在这个轮回当中生活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选这个人天 人天佛教或者是人天成 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我们就是一个门外的人 走进来了以后呢 走进这个佛教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门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里面就有三条不同的路 那这三个不同的路 我们都可以选择 一个是人天 下意识 或者是这意识 我相守生活 然后下意识 我也创造 幸福的这个生活 不管是这个生活 不管是这个人间 有幸福也好 没有幸福也好 反正我们世俗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幸福 世俗人的心目当中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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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是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比如说佛菩萨 他们的这种搞标准 这种搞标准来衡量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 没有幸福了 没有这个快乐 没有的 但是呢 我们世俗人 用我们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的话 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 还是有幸福的 还是有快乐的 只不过幸福和快乐的时间 不是很 不是很长 然后痛苦的 时间就比较比较比较长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就是为了得到一点点的 这个幸福和快乐 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 但是呢 又可以得到这个幸福和快乐 那如果我愿意 就是走这条路 那我就可以走这个 可以选择人天诚 这是自己的选择 然后没有人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选择什么什么 你一定要走什么路 没有这样子 没有强迫我们 都是要 都是要靠自己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那有些人就觉得 我们刚才刚刚讲过了 他觉得这个轮回里面呢 却是这样子下局 比如说我 我假如我 反反复复的 可以来到这个人间 也 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幸福 那 下意识 说不定 如果我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那就有可能 我 躲地狱 躲恶归 我到时候有可能 变成一个动物 都有可能的 所以非常地危险 所以我还是不要轮回 我要解脱 这样子 我们可以选择第二条路 但是这个人呢 他就是想 我只解决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生老病死 那么其他人的 生老病死 我先暂时我不考虑 我只考虑 我自己的 这个解脱 那这样子 我们可以学 小乘佛教 我们可以学 小乘佛教 也就是 南传佛教 然后第三个选择呢 然后有些人觉得 我一个人是可以 可以解脱的 可以解脱的 但是呢 我们 这个地球上的人类 来讲 就是有七十多亿人口 这个当中 这么多人当中呢 我一个人解脱了 那还那么多人 还没有解脱 那我一个人解脱了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呢 我要 想办法 让大家解脱 让大家 从这个轮回当中 走出去 我一定要像一个 这样子的办法 这种人 我们可以选 第三条路 就是 大乘佛教 就可以做 大乘佛教 就是这三个不同的 这个 选择 这三 这三个叫做 三中佛教 三个不同的佛教 很好 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 第三条路 第二条路 这条路 第二条路 我们下车